斯洛伐克訪團今天早上六點多 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由我國外就不證賜 曾厚人和斯洛伐克駐台代表前往街機 而訪團抵台後也發表簡短談話 斯洛伐克此次聯合訪團相當具有代表性 除了有國會副議長勞倫契克 國會友台小組主席外 還有包含外交國防財政以及歐洲事務等四個委員會 跨黨派重量級的國會議員等10人來訪 將於6月5號到10號以外交泡泡方式聯合組團訪台 將會推動台思國會及城市交流 深化兩國貿易跟科技等各領域的合作